我自己一个人在寝室睡 我自己在寝室睡觉 我莫名其妙地被人打被人吊出去 我觉得我 我也 一位老师本分的学生 在睡梦中被拖出被窝群殴 然而情急之下的挥刀乱砍 却让两名同学当场丧命 可女法官不仅没有判处正当防卫 反而说出的一句话 让她成为众矢之地 遭到无数网友的谩骂 这名学生为何会被群殴 女法官又说了什么 2014年10月11日 在北京上学的大二学生刘振志 劳累了一天之后 决定早早休息 谁曾想 就在他刚刚进入梦乡 门外就传来了一阵喧闹 只听见一群人对着自己谩骂 原本刘振志并不想搭理 谁知对方竟将门踹开 详行将其从床上拖了下来 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 四面八方便涌出无数拳脚 朝着刘振志便砸了下来 他也只能抱头保护自己的关键部位 浑身上下传来的痛感 让刘振志无比慌乱 甚至还有人从后面勒住了他的脖子 情急之下 刘振志慌乱中摸到了下午吃水果时用的水果刀 挣扎之中 他拔出刀开始乱挥 顺时间周围的所有人都愣躲 只因为其中两名施暴者捂着自己的脖子 躺倒在地 作为学生来说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好在其中一人反应过来 光芒拨打了医院的电话 短短几分钟时间 救护车就来到了医院 可令人惋惜的是 二人因失血过多 抢救无效身亡 刘振志也收到了消息 他从小便老实本分 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随即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并一同来到警察局自首 但令人意外的是 在警察询问过后 发现死者跟刘振志根本不认识 如此蹊跷的案件 也让警方重视起来 尽管刘振志是自首 前因后果也需要调查清楚 在询问了一些学生之后 不少人都说 刘振志平日里非常老实 并且很内向 跟同学校友来往也少 每天早睡早起 作息十分规律 除了宿舍就只有食堂和图书馆 教室能见到他 对于他是杀人凶手的事实 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既然刘振志跟死者不认识 为何还会被群殴呢 随即警方找到了当天 与死者一同殴打刘振志的几名同学 谁曾想 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 另一个版本的刘振志 原来在案发当天 几人在操场进行体测 跑步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影冲入跑道 躲闪不及便相撞在地 半边身子都是擦伤 可对方连句道歉都没有 匆匆逃跑了 只有一个人看到了他的面孔 而这个人影正是刘振志 晚上几人吃饭时 借着酒劲越想越气 桌上一人立马表示 要去教训一下刘振志 随即才有了闯入宿舍 围殴他的事情 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原本只是想简单教训一下 谁知刘振志竟会动刀 听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警方也赶往学校 调取监控 果然发现了当天的情况 但通过监控 只能够看出来 刘振志是无意间闯入跑道 并不是故意要拦住他人去路 相反 这群人只因这点小事 便要对妻进行围殴 妥妥的是校园霸凌行为 然而事已至此 死者的家属也找到学校 将刘振志告上法庭 毫无根据地 把他描绘成一个杀人恶魔 并要求法院判处死刑 以及500万赔偿金 面对着无理的要求 刘振志的辩护律师表示 这明显是一次正当防卫 对方人多势众 慌乱之中挥刀自卫 是本能反应 毕竟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 非常简单 而唯一的争论点就在于 刘振志的防卫是否过当 可死者家属 却坚持他属于故意杀人 甚至当庭试问刘振志 为什么要捅那么多刀 并且每一刀都在要害 而死者的朋友 也不断地表示 几人只想要刘振志的一个道歉 谁曾想 对方竟然杀了人 面对多方的质疑 刘振志也非常委屈 毕竟他才是这起案件的第一个受害者 难道被打了 就只能忍着不还手吗 此时公诉人也开始发言 不断地打断刘振志的辩解 甚至问出一句 为什么你会忍不住还手 这句话明显让刘振志蒙了 弱弱地说了一句 自己当时被打得太疼了 难道只有身上有外伤 才算受伤吗 当时一群人围殴他 一阵拳打脚踢 打得他眼貌金星 浑身都疼 难道他就不能还手自卫吗 紧接着 刘振志的律师也表示 死者一群人上门围殴 严重侵害了刘振志的人身安全 所以 正当防卫完全合理 可就算如此 法院的判决也让无数人感到惊讶 由于在法医鉴定之后 发现死者身上的伤口众多 并且深浅不一 这明显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畴 所以 并没有采纳刘振志律师的意见 最终判处故意伤害 但由于是主动自首 并且认罪态度良好 结果便是 判处期有期徒刑15年 赔偿死者家属10万元 此事也告一段落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当案件被曝光之后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不少网友都纷纷替刘振志打抱不平 如果在他挨打的时候 选择一再忍让 加上 对方是酒后 群信滋事 是否会对自身生命造成严重后果 最重要的是 如果所有人在受到霸凌时 都选择了忍让 那么 这些霸凌者 又怎么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 虽然死者为大 可刘振志在这起案件中 明显是受害者的身份 却因为死者家属的蛮横不讲理 便摇身一变 成为杀人凶手 这样的无望之灾 怎么能让人接受 在评审的结尾 公诉人最后还问了刘振志一句 有什么话想说 他思考了片刻后 只说了一句 或许再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我或许再忍一忍 或许他们能停手 能不再打我了 他们也就不会死了 这句话击溃了许多人的内心 尤其是刘振志的母亲 当场泪流满面 他从来都不觉得是自己儿子的错 当然 广大网友也同样认为 刘振志是个真汉子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